我是台南市的廚師職業工會 我是裡面擔任理事 黃崇敏 我們工會裡面 我們今天所有的活動 是由我們的愛心義工隊裡面的成員 那我們的廚師工會 我們有會員有2500多位 但是呢 再加入我們這個愛心義工裡面的這些成員 有五十幾位 所以說呢 那我們今天 又配合我們的忍耐之家 我們來辦那個端午節 這一些 這些老 你送啊 我送啊 他們的那個 一些家節 我們來這邊做一些義工 那我們今天 就我們第一個班底呢 我們第一個班底 我們今天出動的21位 我們的會員 那我們今天呢 今天我們是辦了12桌是昏的 但是一桌它是素食的 還有我們大致上呢 我們每年喔 我們都有配合 我們這個 有很多活動 但是呢 我們這個忍耐之家呢 我們已經配合了多年了 但是就是說 我們所有的費用裡面呢 大致上 都有我們工會的會員 我們的工會的支出 然後有一些我們的那個 什麼 顧問團 他們會贊助一些 一些東西 還有呢 我們這些義工呢 來做這個廚育的動作 來配合這一次的 我們這個家節裡面 來這一次的活動 大致上呢 我們來的時候 看各位裡面 每個人 我們的付出 我們的勞累 也不算是勞累啦 只是說我們的用心裡面 可以看到每位 有一些笑容 然後他們那種 很健康的心理 那是我們最大的榮耀 好 謝謝